好同学们咱们接着写啊 现在咱们把这个分类完成一下是吧 分类完成一下的话咱们找到代码啊 其实这个分类咱们以前写过啊在 这个分类是什么分类呢我们返回一下看一下啊 其实是 嗯在这里啊 就是这个分类是吧 啊所以咱们只要把它代码直接拿过来用就行了啊不需要自己再去写了 好找到这个代码在这里啊 直接拿过来 放到nest这里 啊前台前台的话 找一下啊前台在哪呢前台 嗯 这里是吧直接把这个代码拿过来 从这里啊 找到id 替换一下 好我们看一下刷新一下注意 什么回事我们看一下啊有点问题 从这里到这里 for age便利数据库 我们看一下数据有没有成功啊 好错了是吧应该是下面这个 拿过来 ok啊 放开 刷新一下 可以啊 但是这个格式稍微有点 调整一下啊 可是你看 是不是现在就可以了啊 格式的话咱们怎么调了咱们 直接这个 拿过来 替换一下 下面这个也是啊 刷新 你看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啊 这样的话咱还不行 还有什么呢 就是说咱们这里要组装这个 陆境的话也组装一个pid 跟一个他的这个看数据库啊 数据库这个tid是他的 是他的分类id 这个tpid呢是他的负解id id啊 所以咱们这里写一下 这个 叫 啊 这是他的 分类id 还有个负解id是吧 所以到了 背后里面有个pid 是他的负解id 把他抢过去啊 好 然后form表单 提的到哪里去了 有个分号 还有方法 里面有一个 看一下 再写一个方法 这方法是专门添加商品的啊 叫 添加固度式啊 打印一下这个post 好 把方法拿过来 提交提交在最下面啊 找到这里 你看 提交在 这里是吧保存并提交审核 这里是吧咱们这个不要了 直接改一下啊叫import 这也不要啊 叫typ submit 然后 这个也不要了啊 就直接提交就行啊 改为添加商品 winio 好 我们提交试一下啊 提交的话一定要输入 点东西啊 你看这个 都要填一下啊 否则可能会报错 好 提交过来是吧 提交过来 我们这里接受一下 比如说咱们的 到了 这场里面有一个 go 的 是内蒙 是吧 等于提交过来到了下滑线 post里面的 这个是吧 然后 直接就直接写了啊 你看啊 这里提交过来 第1个是他的这个 分类id 第2个是他符架id 是吧所以我们这里写 第1个是他的分类id 这里我们要先把这个 进行切分一下 比如说有一个 xplode 啊 然后要以什么切分 逗号切分 切分这个 数字啊 切分之后他是得到一个 二维数字 所以我们这里接受一下 叫 tid 等元 所以这一个 这一个第1个 是他的 的第1个是吧 就提交过来第1个是他的 分类id 啊 然后第2个 是他的 符架id啊 就是这个分类的符架啊 然后 这是什么呢 这是他的 unat啊 看一下数据字典啊 他的生平的单位是吧 好 等于一个刀下滑线 里面有一个 unit 好 再拷贝一份 拿过来 继续走啊 那么不 直接我就直接写了 然后走 然后走 这一段写完了啊 好 这是那个原价 还有什么 成本价之类的啊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都改一下啊 好 继续 这些 一定要这样改啊 因为后期我们要对图片什么的进行改动 所以要提前把这些准备好 最后这一个啊 最后这一个啊 这个应该数据库里面是叫 text啊 然后 实力化数据库 等于一个 大M 里面有个 就是里面一个 直接添加啊 到一个add方法 是吧 把数据添加进去 然后接受一下 如果添加成功的话 如果添加成功的话 再调用一个成功方法 是吧 叫succes 然后 第一个是 文字 是吧 就提交 是否成功 添加 商品 成功 啊 调整到哪里去 调整到 例表 上面去是吧 这个啊 分离一面去 或这个吧 这个 然后 第二个是空格 啊要提交的数据没有 然后第三个是 几秒 两秒钟 否则的话 是吧 一啊 欧望 是吧 这个 提交失败啊 好 我们检查一下制度 你看 第一个 tid tpid 这叫tpid啊 然后整形 OK OK这个 这是 没有是吧 咱们这里写个mod 因为他没有 所以咱们直接给个空啊 然后namb 其他都没有问题吧 好 咱们填下一个试一下 填下一个啊 比如说 你随便写一个啊 这里我就随便写了 图片不用上传啊 这里有个问题是吧 没有定义这个 是不是你写的有问题啊 把这个tid看一下 怎么就一个了 是不是我刚才选择是一级分类啊 一级分类如果有一个的话 提交一次啊 然后随便选一个 一级 是吧 接过来 文定 没有选中吗 嗯 呃 重新填下一个啊 填下一个分类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的问题 服装 服装下面有 西服是吧 再填下一次 嗯 哦这里分这里切切错了啊 这里应该是叫什么叫 tid是吧 这里写错了啊 重新刷新一下 你看这样就对了啊 刚才是这个名字写错了是吧 好刷新一下 注意我提交啊 提交 嗯 提交没反应 重新 重新添加 选一个 西服 好准备选一个这个 准备填啊 提交 提交商品 idg goods 到这里 看数据过啊 g goods里面 刷新 哎有数据了是吧 这边提交过来了 提交过来以后但是 为什么有些有 有些又没有 是吧 找一下 找一下原因啊 比如说这个 商品的属性 没有写 没有写是吧 没有写 给过默认的 没有写的话 是吧 改一下 给个默认的 刷新一下 点个默认的啊 这个也是 咱们一点点优化 这里啊 给个默认的 是吧 是吧 然后看数据库 图片为空 其他都可以啊 然后状态状态 好 重新添加一下 西服 选一个啊 提交成功了 但是为什么没有 没有 没有显示状态呢 是不是我这里写错了啊 你这里啊 这里啊 这里因为 TP5跟原来方法不一样啊 还加个 软件返回回去 还加个软件返回回去 还加个软件返回回去 还加个软件返回 软件返回软件 好 给他格式啊 但是这个 大家注意啊 他默认有一个成功 跟一个方法 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图形 是吧就是一个笑脸 啊 大家注意看 我先刷新一下 连跳转提示 连天下山上面成功 现在跳转 大家发现没有 我这个把时间 放长一点啊 让大家再看一次 是什么 是我把这个 把这个TP原有的这个 呃那个 成功跟删除方法给改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 填上品 来看 点一个go 一个ok 这是我自己写的啊 我把这个给改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原有那个非常难看 所以我把这个图案给改了 比如说我现在添加一个试板 试一下 啊 再看一下 这里没提交啊 这里追起 把他选一个 后期我们会把这个 自端印证给做了啊 要不 很麻烦这个东西 给个 冒号再提交一次看一下 你看失败是吧 啊 这个敲转 这个东西怎么改了呢 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怎么去改这个 然后找到这个无尽夹下面有一个深入php下面有一个模板啊 叫tpl 在这个里面去改 啊 如果你想改他摸着的这个 成功 失败的显示 就在这里去改啊 啊 这样的话咱们商品添加就算成功了啊 还有个图面到后期的优化 好 好 然后咱们回到前面 成功以后咱们就列表出来啊 把并列出来 视频先暂停一下啊 下节课咱们继续 好